昨天说湖北 今天咱们来聊聊湖南 你知道湖南到底有多牛吗 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 湖南简称乡省会长沙 位于中国中部 面积21.18万平方公里 人口7000万家 中国最能吃辣的省份没有之一 这里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湖南务华天保 人节地灵 走出去了太多厉害的人物 中国十大元赛 三个湖南人 十大将军其中六个湖南人 57名开国上将中 湖南占了19个 湖南人不仅很能打 他还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省份 著名作家沈从文 国画大师齐白石 家喻户晓的歌唱家宋祖音 这都是湖南人 湖南不仅优秀的人很多 湖南还有很多中国第一 中国第一个 国家级森林公园 张家界森林公园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 岳路书院 中国四大名楼之一 岳阳楼 中国五岳之一 南岳恒山 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 洞庭湖 中国最美的古镇凤凰古城 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木 挂在破步上的千年古镇 芙蓉镇 湖南的每一个城市都很有特色 世界媒体艺术之都 长沙 中国动力机车之都 诸轴 中国羽毛球之乡 易洋 会呼吸的城市 怀化 国具旅游城市 张家界 桃花园里的城市 长德 渔民之乡 岳阳 还有吃游故里 楼底 临终之城 创想之都 称轴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永州 中国抗战 世纪名城 衡阳 以及神秘的湘西 还有红色摇篮 湘潭 解决我们中国吃饭问题的 杂交水道 在淮化 安江 研制成功 全球70%的一次性打火机 来自韶东 生产的150亿支打火机 可绕地球20圈 韶东的商人 也是遍布全世界 这样的湖南 你觉得牛不牛 给了不起的湖南 点个赞吧 关注小城 留下你的家乡 我们来聊一聊吧